4,3,2,1 Assalamualaikum warahmatullahi wabarakatuh 祝大家平安 大家好,我是Sherfic Liao 那么今天呢,我们进入了第三环节 也就是我们将礼拜带进生活的第三个环节 之前,前两个单元 我们已经提到就是义和动 今天我们要提到的就是诵 也就是诵读和宣读的那个部分 如何将我们这一个礼拜所履行的 这一个部分呢,带进生活里面 那么,我们就看一看 其实我们穆斯林 我们每一次礼拜,每一个拜 我们是必须要诵读 开端章,也就是我们所谓的 Surat al-Fatiha 其实在里面呢 我们有没有仔细去分析一下 去享受一下,看看真主在教会了什么 在里头让我们穆斯林可以学习的东西 OK,好,那么我们就看 从第一节到第四节呢 我们都是提到真主 也就是赞美真主的境界 那么,当我们来到第五节和第六节的时候呢 我们是向真主 我们承认我们崇拜真主 我们要真主给我们 实践我们的祷告 然后,我们也祈求真主 指引我们真路 你看到这一点吗 那么,就是说 当我们的口头上 诵读 也就是我们已经是 宣示了向真主要求 他指引我们真路 那么,再看一看 如果我们是一个 谨守拜公 但是在 礼拜的时间以外呢 我们坏事做尽 那么,有没有一致呢 我们向真主 祈求真路 但是我们选择的是歪路 那么,就跟我们的生活呢 是完全不一致了 所以啊 身为穆斯林呢 我们必须要把拜公 带进生活里面 在我们每一个山与 每一个元素 我们所提到的 我们也要把它带进生活里面 我要分享一个 古兰经章节 也就是29章45节 你应当宣读 启示你的经典 你当谨守拜公 拜公的 却能防止丑事和罪恶 纪念真主 却是一件更大的事 真主知道你们的作为 记得哦 了解功修内涵 成功募名不难